我們由邱靖縣議員執行45分鐘 謝謝 謝謝副議長 市長市府團隊的各位首長 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 已經十二點過了 可是還有一節45分鐘的時間 我想用盡快簡略的時間 跟大家就幾個市政的問題來做一些探討 新的政府520上台之後 其實大家高雄市民 對新的政府有很多的期待 為什麼 其實當大選結束之後 蔡英文總統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來到高雄的第一場 跟大家感恩的茶會 其實市長很清楚的講了一句話 歌詠 不用什麼 只要公平就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公平是累積了幾十年下來的一個感受 為什麼 從這幾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市長曾經也提過 我們台北的 頭腳 是捷運路線 中央這樣子 林林總總丟了幾千億的預算進去 超過一百多公里的 捷運路的長度 在服務 結果我們高雄 光爭取一站 光爭取多一站的服務 就要非常的辛苦 包括副議長的選區裡面 我們林原地區的 鄉親的需求 其實 不斷的講 不斷的講 每年都在講 可是中央就無動於衷 可是我們有什麼 8178之後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高雄市在我們大家生活的空間裡面 地下石化管線超過一千公里 可以繞台灣好幾圈 一樣一塊頭腳 不一樣 這就有什麼高雄人說的 我們只是要講白 同一片天的腳 我們面對的環境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石化廠在高雄 因為國家產業的佈局 排放出來的碳排放量 這是市府提供的一個統計資料 前十大石化業的碳排放量 是超過一千四百萬噸 是全高雄的碳排放量一整年的四分之一 那其中 其中的中油 三個煉油廠 就佔了七百萬噸以上 是全高雄市的12%到13% 結果是怎樣 這些空氣污染環境承擔是在高雄這邊造成 讓高雄的市民高雄的鄉親來承擔這些壓力 結果稅收呢 稅收在台北 中油一年一條的營業額 交給中油四百塊給高雄落印 這就是為什麼高雄這是要講白 很客觀的去講的這兩個部分 同樣的一片天 同樣的一塊土地 高雄人承擔呢 卻是這麼的辛苦這麼的不堪 那這個事實的狀況 的確是這樣 那市長也不斷的去跟中央的反應 那結果我們看到我們的國營事業 今天我特別點出這個 中油 中油是什麼樣子的態度 來面對高雄市政發展的需求 這前幾天的新聞而已 我們高雄的鐵路地下化風扇計畫 風扇計畫這個計畫一百多億的預算 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了解 其實這個計畫 是攸關了整個高雄鐵路地下化 整體的三個子計畫 能不能順利的完成通車 本來的七成是在今年年底 最慢要到明年年底之前就要通車 結果呢 結果上個月 李昆哲委員邀集了鐵工局交通部次長 到了高雄進行考察 那一天鐵改取材說 因為土地取得的問題 所以鳳山計畫要延當一年八個月以上 好 就有那一天才說 好吧 那因為土地取得 那些土地的所有人是私有的 我們必須要突然處理好 這件事情 我們就只能拜託大家盡量去處理 去處理 結果呢 那天考察完之後 我們中油就說話說一半了 結果過幾天新聞還補這條說 哇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中油這些管線 不願意簽 所以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去完成 我們從媒體上面 從鐵改局的新聞網站上面 其實看不到一個明確的數字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因為中油的這種態度 影響的不是一個工程 這個工程 是攸關了高雄幾十年來 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土地 利用縫合的一個期待 這個工程 不是因為 不是只有單單 鳳山計畫 一個一百多億的工程會延彈 是整個鐵路地下化 將近一千億的進度 是完全的被延彈 我們三個子計畫 因為鳳山計畫的延彈 我們是沒辦法順利通車的 我們不可能開火車在土地 開到一半就爬了 結果中油是用這種態度 這種這種態度 不是針對這個工程 其實在公務部門諮詢 還有在我們 在自治條例的專案報告裡面 其實也有提出來 跟公務局長就交過 我們鳥松的水管路跟瓦厝街的橋梁改建 現在六月六號 剛好整整兩年前 市長跟我們選區其他的議員 都去那邊動工了 兩年了 結果中油現在還在講 這兩座橋梁 因為管線的問題 他沒辦法配合 沒辦法施工 我想正對這部分 我想請公務局長 你是不是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上次在公務局長的主持下 我們在局裡面開一個協調會 我們很清楚的叫他們去 研你出可行的方案 甚至在五月底之前 要提出所謂的牽管的計畫 或是相關尾管的計畫 可是很遺憾的到目前為止 不管大小行 一千億的工程他也不理你 這個五座橋梁八千多萬塊一億也不理你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遺憾的 我覺得是不是請公務局長說明一下 現在市府對於中油這樣子的 對於高雄市政重要的市政建設推動的 造成的主力 局長 來 局長請答我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交情主公路這個一號叫二號叫 他們說齁 團兩黨了 所以四月二十的時候 我們哪有叫中油來開火 那還在現場 也確定說五月底 要來做一個潛移的動作 但是現在還沒消息了 還找很多問題 那當然公務局這邊 他主動出擊在六月十三號 就是要請他把所有的問題 你的寬度多少深度多少 全部要提出來 順便利用這個機會 也請中油 對於我們交情主公路和大數的瓦處街 這十五條中油和實話的管線 埋似深度不夠的部分 請趕快提出防護計畫 是 謝謝公務局長 從剛剛公務局長的說法 其實很清楚知道 中油對於市府相關工程 因為跟中油管線的抵觸 造成的困難 中油的態度是傲慢的 是怠惰的 是不理不睬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遺憾 我相信這個部分的問題 相信在新政府上任之後 真的要拜託陳局市長跟市府的團隊 應該用更大的壓力 更大的必要的作為 去拜託 去要求中油必須要配合這些事情 鐵路地下化 我記得我在高中高中的時候 2002年高雄火車站 就為了要鐵路地下化開始啟動 我們開始把舊的車站移走 它有前後站現在的暫時的暫停使用 鳳山計畫也是在快六年前 就核定了就開始做了 怎麼會中油現在才是講這個問題 瓦厝街 水管路這個橋 也是兩年前動工 動工前 找管線單位也都會看過 這是什麼奇怪的心態啊 我們期待跟這些事業體 當作夥伴關係 可是他怎麼看待高中市民 對於市政發展的需求 甚至安全上的需求呢 我覺得這非常遺憾啊 難怪上一次我們預算會期的時候 要把鐵路地下化的預算先刪除掉 為什麼 講的都不老實啊 所以我在這邊我想請 我們是否負責鐵路地下化的對口是哪個局處 是不是在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現在鐵路地下化 針對鳳山計畫這個延當的過程 到底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它 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還是公務局長嗎 請公務局長 請到 這個部分據我了解 那個中有已經有答案說要來做一個簽譯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基本上那個鐵改局這邊 把整個延宕到108年的5月嘛 所以這個之前一定會完成 是108年5月 我們姑且相信 終於有這樣的承諾啦 因為之前太多的經驗 講的不算數的也有啦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請公務局 拜託市府這邊 大家一起來關注 這是一個攸關一千億的國家重大的工程 怎麼可以因為這樣一個事業體的不配合的抵觸 影響整個城市園 一千億耶 一千億可能銀行一年是多少 結果你沒辦法完成 這是很遺憾的啦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高雄市議會跟高雄市政府 要一起努力推動我們的既有管線的管理自治條例 如果沒有這個自治條例 我們之前對於這些事業管線 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所以這部分 終有 我相信我們的 金發局長 跟他們有相當多的互動跟討論 所以這部分我想請教金發局長 在我們高雄市面臨到這些問題 大大小小的工程 絕對不只這兩件 我們金發局是採取一個怎樣的政策帶度跟立場 去跟這些事業體做一些溝通跟討論 是不是請金發局長 金發局長請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我想說 關於管線的管理議會有支持師傅的提案 就是我們有一個地下工業管線的管理自治條例 那基本上我們是依照這個條例在執法 那我們一定會遇到很多就是說 包括我們都市的變遷 然後需要的一些工程的配合 那原則上 只要是配合這一些工程的 金發局基本上都是加速審議 要求這些管線單位 配合工程的部分能夠進行管間 是 局長請坐 我們期待 我們也在這邊呼籲 我們知道後進五卿的官場 有很多的問題還在日序處理中 總有不要拿這些管線拿來當作談判的籌碼 有非常多的議題我們不斷的進行中 總有你是一個國營事業 你應該是以全市民全體國人的利益 安全是絕對優先的 不要為了自己公司的發展 把這些大家公共利益拿來當談判籌碼 我這邊真的是要利用這個時間提出這樣子的呼籲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不斷的陸續在處理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空間裡面的地下管線 怎麼樣做更適合的處理 我相信局長還有很多的議員 我們其實在議會裡面不斷的探討跟要求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好的處理 那在這個安全的問題提出探討之後 其實我們這幾年也一直在講的 我們高雄的產業 我們台灣的產業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前面幾個總質詢的時候其實也不斷的談 我們整個的國家的GDP的發展其實不斷的在衰退 可是我們在談的時候其實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關注的永遠都是那幾家大的企業 或是它的盈利是比較高的 可是我們其實要跟各位市府的同仁首長 去表達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中小企業 我們中小企業需要更多的關心 需要更多的資源去投注 為什麼台灣的狀況是 我們全台灣有135萬多家的中小企業 是佔了台灣的公司 航海澳裡面97%以上 我們提供的就業人數是800多萬 是佔全國的就業人數的78%以上 雖然它的產值不是那麼的高 可是它相對提供穩定的就業 穩定的薪資 讓我們的國人能夠有一份生活所需要的經濟的來源 中小企業在台灣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過去這八年中央政府對中小企業 基本上是漠視的 我們根本看不到對於我們這些中小企業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的發展 這個所佔的比例其實不是臺灣這樣 我們其他的先進的國家包括南韓日本歐美國家等等 其實這樣的高比例的是很常見的 甚至佔的企業數甚至高達99%以上 那這些中小企業裡面我們也很清楚看到 其實大多數會是製造業 批發零售、營造、住宿餐飲跟農林漁木 而這些的樣態 其實這跟我們高雄市 現在我們所在的產業也是符合的 所以根據2015年 我們經濟部的統計 其實我們高雄市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有97.9%的公司是中小企業 我們整個高雄企業就業人數129萬7千人裡面 中小企業就提供了100萬4千人的就業機會 比例是77.5% 所以其實我們期待更大的企業更大的廠商 能夠在高雄做一些投資做一些發展 這是對的 這也是需要去做的 可是在追求產值大 光鮮亮麗的這一些招牌很響亮的 比如說台積電、鴻海等等這一些 大的企業來到高雄發展以外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關注到這些 其實大部分的市民朋友在上班 在就業的環境裡面 其實都是屬於這些中小企業 這些中小企業裡面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裡面很大部分是製造業 然後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這張表 這張表是進發局委託人家整理出來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在都市計畫區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其他分區的農牧用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工業使用的面積是1876公頃 如果只是講1000多公頃 大家也許沒有什麼感受 我們各用期中部的機關用地的面積 也差不多這樣子而已 機關用地包括我們議會這一塊地 市政府 警察局、消防局這些零零種種 我們只要在外面看得到 是高雄市政府 是高雄市議會用的機關用地 從部面積加起來 就是我們現在高雄市農地上面的工廠 這些的樣態 大部分都會是我們所謂的違法工廠 為什麼? 因為在這塊土地上面 它本來就不應該有工廠的設置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工廠在上面呢? 因為我們的產業用地不足 因為我們的產業發展需要 這些小工廠 不是只有老闆一個人在賺錢 Maybe他只有20個員工 可是他代表了20個家庭 跟20個家庭所生活所需要的經濟來源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政府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 都應該要很認真很嚴肅地去面對這個 之前我們推出的臨時工廠登記 只是給了一個延長暫時合法的一個護身符 可是當那個時效過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非法工廠 那我們整個工業區 在都市計劃裡面 也只有三千多公頃 所以這部分的用地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問題 很謝謝津發局跟農業局 其實有正式 而且在市政會裡面 其實有提出了一些草案 還在討論 可是並沒有再進一步的得到一些公司 跟具體的政策的推動 我建議是這樣 是局長這個也是我們局裡面 提出一個研究的方案是說 現在的農地上的工廠 如果它已經形成了聚落 而且是跟周遭的產業 需求是符合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嘗試 去把它限縮住 就在那一塊的區域裡面 不要讓大家拓散了 有人這樣子做這個比喻 我們農地上的工廠現在就像癌症一樣 不斷的不斷的蔓延 為什麼 我們之前的農業政策 因為加入了世界的貿易的 這一個分工鏈以後 我們非常多的農地 其實是鼓勵農民修耕的 修耕的補助 根本沒辦法維持它的生計 到最後變成怎樣 我乾脆把它填一填 當廠房出租 還比較賺 結果衍生到變成這樣 這塊地 這個地方 就在我服務處對面 整片滿滿的都是鐵皮工廠 我們就面臨到這樣困境 檢舉了 市政府也拆不掉 那他想要合法去設置 很抱歉 現在這個國家的法令 也沒辦法支持他去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呢 不斷地有新的違法的工廠 不斷有新的違法的工廠 這個面積不斷擴張 造成我們的管理上 造成我們的安全上 非常大的疑慮 所以 我很高興是看到金馬局 看到我們高雄市政府 其實有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積極地想要去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 來協助這一些 在這一些空間裡面的產業 簡單的法規上認知 它是違法的 可是並不代表它是絕對的錯 有很多是因為國家政策 這二三十年累積下來之後 變成這一些人要去承擔 我覺得這不公平 而是我們應該要選擇一個方案 讓大家可以彼此的接受 不管是環保團體 農地的使用 跟農地的安全 跟產業的發展 所以這部分 在這邊其實在之前的會期 也有提出這樣的呼籲跟質詢 所以這邊我是不是可以先請金馬局長 針對我們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前陣子市長跟局長也有到中央大學 跟工研院也簽了一個合作 希望在高雄能夠提供一些更快速更靈活的協助 對中小企業的協助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第二個 對於我們產業用地的需求 跟農地上這一些既有的工廠的管理 我們要怎麼樣提供一個可行的方案 來做一些解決 是不是請金發局長來說明一下 議員請高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也謝謝邱議員一直以來 對我們產業的發展的關心 您提到中小企業的問題 其實它的現在面對到的挑戰 有很多的面向 那我想說以你剛才提出來的 包括就是我們講到 研發的提升跟土地問題這兩個面向 來簡單做一個回答 第一個 中小企業在台灣發展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這樣 它利用既有的資源 然後找到可以接的訂單 就做起來了 那其實政府自己都提過客廳集工廠這件事 其實客廳集工廠依照現在的規範 就是違法 過去對的事情放到現在就錯了 那您提到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就土地的這個部分怎麼輔導 我想 台灣的中小企業發展有兩個問題 我覺得就政府來講 就像議員剛才提的 我們最重要要處理的事情 是要給他們有未來性 因為我們很多的中小企業有交班的問題 有他們這些工廠使用不明確的問題 那您剛才提到180幾公頃的統計數字 當然也是金發局做的 那這個事實是怎麼來的 我舉一個例子 議員就清楚 我們的國道10號開了以後 違章工廠都集中在交流道附近 就是當我們的公共建設一座周邊的都市計畫 沒有配合調整 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狀況就是如此 就是國道10號旁邊的農地 現在幾乎都是違法 違章的工廠 就是有這樣子的狀況產生 但是它已經產生了 我們怎麼辦 當然在我們現在工廠管理輔導法裡面 有一個所謂特定地區劃定原則 就是試著要讓這一些違章的工廠 能夠透過我們消防環境 還有工廠建築等等的一些檢查 再透過一定的工後設施回饋以後 能夠讓它做地幕的變更 讓它能夠合法的使用 但是這樣子一個理念的推動 其實還需要更多的溝通 因為這個會落入一個批評 就是所謂的就地合法這件事 但我站在金發局 站在工業管理機關的立場 我還是要認為 我覺得可能社會大眾必須思考 就是這1800多公頃 如果我們沒有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現實的狀況 就是當有新的工業需求 我們可能必須去找到農地 來開闢新的產業園區 那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這要有效的討論 那當然我們也有義務 要跟社會做更好的溝通 這是第一點 那至於第二點 您提到的 就是高市政府跟工研院 還有中山大學合作的 那一個跨領域的產業交流平台 事實上 就像之前的議員有質詢到 我覺得我們未來 中小企業其實要對外發展 再透過那種接單的方式 不見得是最 就是臨先的接單方式 不見得是最好的 如果能整合成一個系統 然後讓這一個系統的產品 有未來的出海口 那在這整個系統底下的中小企業 它的發展會比較有機會 那研發大概也是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要靠個別的中小企業來做研發 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但如果能夠整合起來做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好的模式 但是您提到的那個案子 事實上5月16號才簽約至今還沒有到一個月 但是幾個領域的議題規劃已經開始進行 我們希望在半年內 能夠有一些初步的成果能夠看到 也謝謝議員關心 謝謝 謝謝局長 我覺得至少看到我們市政府行政部門 願意開始去做 開始面對這個問題 而不是只有談 只有講 我們有非常務實的態度跟作為 跟其成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中小企業在高雄 的確確他提供100萬以上的就業機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就業率 我們的失業率 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我們的失業率 在這幾年的努力之下 已經趨勁於全國一致了 那怎麼樣讓這些 提供大多數就業機會 跟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的公司 在高雄能夠有一個長久的發展 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去想的 而不是只有面對這些大的企業 我們不能看跨國企業而已 我們自己覺得不需要考慮 我覺得這個不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在拜託進發局 進發局 我們現在也在做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 繼續的努力往前推 那這個部分 是有關於我們這個高雄的一個 部分的產業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要談的是什麼 這個會期 每個議員每個人都在談 我們台灣的老人化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當時每一次的總諮詢 跟部門諮詢 我也都拿出來跟社會局長做一些討論 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在1993年的時候 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口已經佔了7% 已經變成高零化社會 所謂的高零化社會 就是我們往高零的這個社會前進當中 結果到2014年 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佔了百分之快12% 高達280萬 比我們各用期 整個各用期的市民更多人 那國發會以前的 中央的統計的推估裡面 結果到2018年 我們現在是2016 兩年後 百分之14的老人口 就正式邁入了高零社會 不是高零化 我們已經進入了高零社會 然後在十年 可見的未來的十年 我們大家大部分人都還在的時候 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十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 台灣正式進入到一個超高零的社會 面對這樣的環境 面對這樣子客觀的事實 我們都逃避不了 我們真的老得起嗎 我們的社會資源 我們的社會救助 我們的國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面對的事是什麼 這是民國99年 行政院衛生組自己做研究報告 五歲以上的私人 快百分之三 我們百分之三的這樣的人口 六十五歲以上有百分之十六點五 那到103年2014年的時候 六十五歲以上的私人人口 是四十六萬多 到一百一十二年快變成六十六萬 這也是為什麼 明年要即將上路的長照法 會引起這麼大的討論 會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因為的的確確 我們就有這麼多人 需要國家 需要社會 來支撐 來照顧 為什麼 這些老人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狀況 這些我想 要讓市府各個局處要知道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 百分之二十七的老人家 會覺得自己的身體 跟身體狀況是不好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覺得自己有慢性病 或者是有重大疾病 那五分之一以上 甚至過去一整年 其實都住過院 這樣的老人家的身體狀況 其實是很困難 很嚴峻的 那又一個很殘酷的數字 就是自殺人口 我們的高齡人口 是佔了自殺人口裡面 比例是最高的 那裡面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百分之十六到二十五 甚至是有憂鬱症 在我們社區裡面 這一些高齡者 這都是很客觀的事情 而且在2013年的時候 這個數字就已經產生 我相信衛生局長應該都清楚 2013年的時候就知道了 那這幾年 我們政府到了做一些什麼準備 我覺得這個會期 我覺得很清新的是 不管是社會局 還是衛生局 還是杜發局 還是公務局 我們針對我們高雄 未來的老人的照顧 我們都在各個部門裡面 有提出相當的計畫跟規劃 散落在我們各個局處裡面 我覺得我們高雄 一定有能力做得比中央好 雖然財政的壓力很大 雖然中央給我們的 也許那麼不夠 像剛剛社會局長其實在其他議員大群裡面 長照法新的施行之後 我們一年就要多八億的預算 中央補助扣掉 我們一年還要多一億多 而且每年會一直不斷的成長 所以面對這樣子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多的問題的現況 我們怎麼樣去讓我們的長輩 我們在高雄 我們沒有說過全國 我們要讓我們在高雄的時代 可以安心 安全的環境 讓他們可以在六十五歲以後 有受到失蹤的照顧 這樣的照顧 不是在照顧那六十五歲以上的時代 人而已 其實在照顧他的家庭 讓具有勞動力的人青人 讓具有勞動力的市民朋友 可以去為這座城市的發展 這座城市經濟所需要的動能 提供出他的能力 而不是為了照顧長輩 而有所一些犧牲 所以這部分 我真的是期待社會局局長 局長我知道你的業務非常的繁雜 可是有非常多的業務 其實是需要其他的局數來幫忙 包括公務局 在業務報告時候提出一個我們的 長照行動計畫 再針對我們的硬體 一些既有空間去做一些盤整跟整理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我在這邊真的是建議 拜託許副市長或陳副市長 我們把這一些計畫盤整好 把它羅列清楚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來參與討論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有些事情是我們民間朋友 是我們市民朋友要自己去準備的 有些事情是公布人要去準備的 我們要一起讓這個問題更清楚 在前些日子我也邀請社會局 邀請衛生局 我們在美麗島站 我們辦了一個殘照的座談 從台北約了好幾個專家學者下來 一談之後才發現 我們知道的真的很不夠 我們在議會裡面這樣子問證 我們知道的還是很有限 而且問題都比我們想像中的龐雜 所以這部分明年就要正式上路了 長照保險法在立法院 是不是能夠順利通過 其實也是個問號 所以這部分我真的是要拜託我們的市府 我知道現在複密有一個工作平台 在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我真的期待我們應該更積極的 更清楚的讓市民朋友知道 我們可以準備的是什麼 請大家來協助的是什麼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拜託許副市長跟陳副市長 看在份工上是不是哪一位副市長 我們不用很密集 也許我們一個月兩個月來做這樣的盤整 然後透過現在的資訊 非常的公開透明 怎麼樣透過市場的方式讓更多市民朋友知道 這是什麼 因為我們擔心那一天其實做談會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擔心我們擔心我們的長照會被跟全民健保畫上等號 變成是一種因為我有納稅 所以政府就應該提供給我的服務 這樣子會變成一個問題 不管我需不需要我都要 如果我沒使用我變成我繳這個稅浪費了 這是一個很詭異的一個輪迴啦 可是如果現在大家對於長照認知是不是那麼清楚的 當他上路的時候會走上健保的後程 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因為最後的一定會有很多的預算在我們要自編 怎麼樣去讓更多市民朋友 讓我們的資源能夠真的花在實際 真的需要的人身上 這些事情我們要開始講 要不斷的講 而且要很清楚的表達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我們社會局跟衛生局 我們攜手合作 然後在議題上拜託公務局跟都發局來做協助 我們的空間的確就是很不夠 怎麼樣去提供更多的資源出來 我想這邊是不是可以利用一點時間 請我們社會局長 對於我們未來的老人照顧 跟我們的長照的需求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你的態度跟你的想法 社會局長請到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很多人都期待我們現在所有長輩照顧的 或是一些身心障礙重症的照顧的問題 現在所有的困境會在長照法上路之後 就可以全部解決 我想很遺憾的要講說 其實這個路還是很長的 那但是我們盡可能就是用現有的資源 跟努力爭取更多的資源 我們等中央財務確定之後 我們也是配合中央 還有我們地方的盤整 我們會按照最需求的優先順序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希望盡可能把所有需要幫忙的 用我們現有的跟爭取來的新的這個部分 跨局處的整合來提供真的有需要的家庭 甚至個案能夠獲得他所需要的幫忙 我想這個是我們的任務所在 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陳局市長 過去在高雄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 在為當任市長之前 都擔任過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社會福利的業務主管單位 我相信在市長的一時期 和我們高雄市 應該可以變成一個最好的照顧人的一個社區 最會照顧人的一個城市 所以要怎麼去做 真的是要拜託我們各局處首長 真的是要絞盡腦子 把適當的資源整合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想法 跟公務局長分享 其實我們在盤整這些空間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原高雄縣的行政區裡面 其實要找到適當的場地 其實不容易 因為很多建築法規的問題 使用執照沒有的 建造沒有的 甚至它的空間配置 也沒辦法符合所謂的無障礙空間 等等之類的 變成人要去新的 不就是股的要定精力 結果定精力起來 要去一個新的 差不多要這個一樣的費用 這些硬體的建設上 我們是不是有更適當的彈性的工具 可以花費更少的預算 來做這樣的事情 局長你不用回答 我提一個想法好了 我們高雄有一個東西非常多 貨櫃屋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更簡單的建築方式 也許它不是那麼的長久使用 也許它使用的年限 可以二十年到三十年 比起RC的建物 可以用到幾十年以上 可能年限沒有那麼長 可是對於人口的變化 其實是非常快的 如果我們這個建築物 是可以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建築 把它蓋起來 它可以使用二十年 其實這個效益是在的 它可以提供足夠的空間 我們可以把省下來的硬體建設的錢 投入更多軟體的服務上 這個部分我真的是要拜託 公務局長跟都發局這邊想看看 假如我們在社區裡面有一塊空地 我們可以把一個貨櫃 兩個貨櫃 我們需要的空間貨櫃把它放進去 它是一個便宜的 而且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們的空間只是遮風避雨 適當的空間給大家 最重要其實是軟體的服務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是有可能 會讓這一個空間 照顧的空間的盤整上的進度 可以有更快的處理 不然我們要建一間房子 掛土地掛起房子 都要花一兩日 那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會拿到手上來提供軟體的需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當然這個想法還不夠成熟 可是我覺得在下個會期 我會把它弄得更成熟更具體 來跟公務局來做討論 因為我們高雄市 應該是有這麼多 土地可以輸入 不過我們沒有辦法蓋 那麼多家 現在我們也不能因為 我們現在有需求 就蓋一棟建築物 結果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沒有人要用之後 我要再處理它很困難 可是貨櫃屋這種比較便宜建材 靈活度比較高的 其實就我把它拆掉 把它移掉 把土地回復成原本的樣子 我覺得都還是划算的 所以這部分的想法 在這邊也是提供給市長 跟相關的首長 來做一個另類的思考 接下來 我們過去這十年 在陳菊市長的努力之下 過去我講個小話給大家聽 有人說你們高雄人家 有時候說話都大聲 還是個性都急著 我聽過一個笑話 因為我們高雄以前是坐在貨廠裡面 我們沒有窗戶 我們看不到天空 我們的環境是不好的 是被壓迫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結果這幾年 在高雄市長 在高雄市我們陳菊市長的努力之下 我們現在坐在經濟廠裡面 我們有窗戶了 我們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屬於我們自己 高雄市人的榮耀 可是發展的還是非常有限 那怎麼樣讓高雄市民 乘坐的倉等 從以前從貨倉裡面 我只能做工而已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變形經濟倉 然後再把它升等成商務倉 或者是經濟商務倉 所以 我在這裡用一個點的時間 要給大家討論 其實市長這幾年的滿意度 沒有第二名 也有第一名 就是前三名 可是這是十年累積下來的成果 前幾天許副市長跟我分享過一個數字 其實第一年 我們稱聚市長剛三任的時候 我們的滿意度 是全台灣倒數三名內 滿意度不到四成 只有三成多 所以 並沒有任何一位首長 一開始他的市長滿意度就是高的 是經過了非常多的努力堆疊 才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一份 這一份是這一期的遠見雜誌 所出來的評比 我想拿這一份資料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是因為 遠見的 民間媒體的評比 這一份是累積很多年 每一年幾乎都會做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幾年的狀況之下 像觀光發展 經濟就業 教育 這邊真的是要拜託教育局長 我們就業真的是 教育真的是要努力 真的是要更努力一點 然後我們的道路交通 交通局這幾年 被受的肯定 那醫療環境 警政 消防 消防局長 也是很辛苦 環保 我們這幾年 努力改善我們的環境 這部分都是被市民肯定的 我的意思是說 有做好的 我們應該要把行政部門肯定 不過這個做好的 絕對不是偶然 也不是重樂透 而是用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去堆疊出來的 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來來去去 有人縣市合併才加入 有人從市長第一任縣市合併前 到現在一直都在 其實這個過程 是要不斷的努力付出 跟面對市民的需求 才有這樣的狀況 這個雜誌 評比出來之前 他的總編有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了一個小時的電話 分享一個小故事 他覺得很好奇 他也不解 為什麼我們的消防 跟公共安全能夠第一名 我們高雄市不是剛發生過石化氣爆嗎 不是造成市民朋友很大的傷害 跟很大的財產損失嗎 我說 因為我們認真的面對這座城市 所發生的問題 氣爆之後 我們的石化管線 我們有管線辦公室 只要有風吹草動 我們該到的 定位 該到位的任何的人跟資源 我們一下就到 雖然造成大家很大的負擔 可是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並沒有讓市民朋友 感覺到高雄市變得不安全 而是讓市民朋友 感覺到我們高雄市變得更安全 這就是陳菊市長 這就是市府 必須給大家的執政的感受跟價值 以這個例子 來勉勵大家 市長到地方在會期間 市長第一 對政党第一句都是說 我存兩年多少五月的時間 這個更大的原因 沒錯 現在開始其實不斷的在倒數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為這座城市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 其實我很慶幸的是 在今年的大選的時候 我整理這個資料是 我們市府發了一個刑務稿 在還不知道未來的執政黨 跟國會的多數黨是誰之前 其實我們就很清楚的表達出 我們期待我們要的東西是什麼 包括靈感產業園區 兵工廠 港式合作 包括我選區裡面人五星的產業園區 等等這些問題 不外乎就兩件事情 我們需要產業跟交通的發展 那怎麼樣透過更好的資源的配整 讓我們高雄 像我剛剛講的 那已經坐在貨艙裡面 現在我們做到經濟艙了 怎麼樣再做到商務艙裡面 那520小英的演說裡面 其實也提出了很多我們國家發展的一些困境 裡面其實跟我們高雄需要的其實有一些交疊 這句話我覺得可以讓大家去思考 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雖然他是講為年輕人 可是其實就是年輕人好 我們家裡面長輩就好 年輕人他可以負擔起更多的責任 為國家社會付出更多的時候 這個國家就會好 所以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 我覺得整個的總統的演說裡面 對高雄演戲這兩件事情 我們要追著跑 不斷的去要 追求區域的均衡發展 跟所謂的新的循環經濟 讓我們的產業轉型 這兩件事情 對我們的高雄 都是非常需要的 我們非常多的國公有事業 在高雄擁有的土地 我們並沒有辦法去突破 所以我們跟高雄港務公司 必須談合作成一個新的公司 對港區 對亞洲新灣區 有一些新的發展 我們的產業 石化產業到底怎麼辦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還沒有一個定案 我們都發局 金發局 我們也都不斷的在討論 所以 面對一個新的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 其實對於我們高雄 我們要的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面對新的政局 我們怎麼樣打破過去這十年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被分配的困境 不管我們怎麼樣 統籌分配款也好 中央要給我們的建設也好 不管我們怎麼講 我們的中央政府就是 我決定 我分配給你 就是這樣 你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我給你的 你不要那就算了 會變成這樣 所以很慶幸的是 前一陣子其實也看到陳局市長 帶著我們首長到立法院 跟我們高雄市級的立法委員 做很多的溝通跟討論 所以 在這邊我想請 許副市長 面對新的中央政府 我們高雄市需要發展的這一些問題 其實 我相信許副市長心中的藍圖 非常的清楚 怎麼樣跟中央 建立起更好的溝通管道 過去在行政院會裡面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 怎麼樣去讓我們高雄的需要 讓高雄的問題 讓中央看清楚的知道 我想請 許副市長是不是可以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市府的態度跟作為 來 副市長請答問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我想剛剛邱議員已經很清楚的 把我們高雄其實 一方面在過去長期面臨的困境 那二方面 我們希望新政府上台之後 能夠解決的方案 那已經非常清楚的描述 我在這邊不做贅述 那至於要怎麼跟中央去溝通 坦白講沒有什麼撇步 基本上市府這邊已經要求我們各個局處 如果是單一部會的事情 我們應該會整跟這個主管的部會 去做一個直接的溝通 那我們也會這一個 在幾個特殊的問題 我想其實這一些計畫 我們大概分做四個面向 那分別我想會找時間 這一些面向通常是跨部會的部分 那我們會找這個行政院的這個 約這個秘書長以上的這個長官 需要院裡面來協調的部分 我們會直接跟這個院裡面來做一個報告 那希望能夠取得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速度 那以及讓這個院裡面能夠更了解高雄 來解決高雄目前所面臨的課題 以上這樣跟邱議員報告 謝謝副市長 我們的任期 我們議會這一屆議員的任期 跟大家的任期是一樣的 剩兩年多 怎麼樣替高雄做更多的事 留下更好的未來 就像這句話 打造一個更好的高雄 替高雄未來墊下更好的基礎 現在的狀況政府 現在的高雄市政府 現在的大家的支持 議會的狀況 是大家最有空間 最有資源去做更好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要拜託大家 替高雄市民多做一點事情 多想一下 很多的事情在溝通上 我們可以多做一點 可以讓我們的事情做更好 我的資訊時間剩不到兩分鐘 最後是不是市長 有沒有什麼想法 想要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請市長 市長請到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年輕優秀的議員 第一個 高雄面臨一個轉型的關鍵 我在市長剩下兩年半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時間對我們的這種急迫性 所以任何一個高雄市想要做 必須做的 我們大概都會快馬加變 我們非常希望說有一天 當所有的市民朋友 或者當有新的未來 新的市長的產生在兩年半以後 都能夠在我們既有的基礎上 能夠帶領高雄朝向更好的方向去發展 這個是我們期待 那我會覺得說人生很自然 有上台必然會有下台 所以我會覺得下台的漂亮 當然也是我常常自我警惕 常常去思考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希望我跟我們所有的團隊 你看我們一下子已經過了十年 已經過了十年 這是我們都是每個人 我們的每個專業團隊 他們一生最好的時間 十年能夠再為高雄市政努力 我們剩下兩年半的時間 我相信我跟我們的團隊 會更認真 更努力 把我們該完成的部分 我們會努力去做 那自己跟中央的部分 那可能我想過去就不需要再討論 那我們希望第一個 如果我們認為有肉乾不公平 有肉乾過去 在南北之間的過度的差異 明顯的不公 我們都是透過我們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不斷的跟相關部會溝通討論 告訴他 這樣我是認為 高雄其需要信任的幫忙 這個我想這些努力 都在現階段才持續中 新的政府上任才兩個禮拜 多一天兩天 那我覺得未來還是有很漫長的路 那我覺得我想我在參與公共事務 或者從政到現在都超過40年 我知道改革是最困難 改革的掌聲都會最少 因為期待很高的人希望你更快 那或者是說你在改革的過程 對既得利益則必然是會是一種挑戰 所以這樣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子能夠向前來大步的改革 進步提升 這都是高難度的工作 那我們非常謝謝秋元對我們的很多的幫忙 我會覺得我們是應該要更努力 那我會覺得我們未來 我對於在兩年半的時間 我們的市府團隊該做的部分 那我們會每個人互相勉勵 能夠把高雄我們該做的部分做得更好 就像秋元說 為未來高雄的未來 墊下一個最好的基礎 這個也是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重大 所以在這裡謝謝議員 謝謝 好 謝謝邱靖謙議員 執行完畢 下午3點繼續開會